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 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历史与记忆课程的何晓清教授 不单是一位历史学者,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和书写天安门的流亡者 没想到,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三年之后被拒绝签证 还遭到校方的开除,自己也成为了一名流亡者 何晓清教授做客《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将他这三年来的心路历程 娓娓道来,他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哀 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 为何仍然坚持要守住这一段历史与记忆 中共政权又为何如此害怕大家知道六四的真相呢 本期《纵深视角》带您从天安门到香港 一起来了解何晓清的流亡故事和六四的历史真相 何晓清教授,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东年,我觉得好像终于回来了 因为我上一次回来是19年,也是到了你们这个直播室做访问 然后一晃就,现在就五年过去了 好像我们经常都说十年人是几番心 现在这一次大概就是五年 我们知道这个六四今年是三十五周年了 那么其实您是专门研究六四的一个历史学者 但同时您也是一个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八九年的时候您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 后来到加拿大去念书,专门研究六四 2010年的时候在哈佛开设了一个六四的课程 接下来2014年又写了一本《天安门流亡者》的书 2019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历史系的副教授 可以说是三十五年来你把你最宝贵的青春 其实都是献给了六四和六四的抗争者的研究 您怎么看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 您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流亡者呢 我觉得这个三十五周年 然后我从香港被这个所谓的被正式的 也成为一个流亡者 我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悲哀 还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哀 大家经常都问我说这个已经三十五周年 为什么还要记住六四啊 比如很多人就说这个在网上的一些什么 要往前看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都知道到现在天安门母亲 都不能公开的去讨念他们的孩子 是吧 那个很多的exile也不能回家 就算去见亲人的最后一面 或者去一个参加一个葬礼 那我们现在做六四研究的人 也会不时的被听到说会拒绝签证 那当然这个academic freedom 这个学术自由 这个本身也是在香港 也就成了一个不能回的地方 以前是中国大陆不能回 那现在连香港都不能回了 我觉得很多年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香港都是那个 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烛光都是我们在黑暗中很辛苦的挣扎的时候 然后想到每一年打开报纸在YouTube上面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六个足球场的烛光 那个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因为那些烛光让你看到说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就是我们对公益对最真相的追求 那现在我是19年到的香港中文大学那个历史系当教授 然后到22年我就正式的被年底正式的被那个县市被拒绝签证 然后就不能学校也就开除我 那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在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是不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我被拒签我是丢掉工作的那一段时间 我发现有那么多的大家就是我们的不管是内地的台湾的香港的朋友 我都不认识他们我也没见过他们因为我平常连社交媒体都没有是吧 这些年这个很明显的原因我都没有用这些媒体非常非常的低调 那突然有那么多人都好像在网上除了一些愤青当然在骂我或者五毛什么等等 那这些我都习以为常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打他们再当一回事 我们待会也可以再来讨论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香港人也好大陆台湾的很多我们当内地的同学 他们都私下来给我发短信或者是发email 然后香港人我记得我刚刚出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访问 是跟我们原来重大的一位政治系的教授做的 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做访问让我做访问 我特别我特别觉得我不可能因为我连那个camera也没有电脑也没有设计 我那时候就像一个homeless这样一样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然后我想我怎么还有能力去鼓励大家或者做采访呢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了一个访问 那我昨晚我已经半夜我就回到了我暂时租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去 结果我第二天一觉醒来 那个教授就说已经放到网上了这个访问 然后我一看我的天哪有十万人看了那个访问 而且下面的那些留言 所以再一次让我证明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我们都有很多这种无权者的这种权利 在这方面这个这一次这个事件 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的 这个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您刚提到说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在8964天安门民运的时候 香港是一个当时政治意见者的避风港 黄雀行动营救了那么多的这个政治意见者 但如今的香港却变成中共打压政治意见者最多也最严重的地方 刚才您提到了维园的烛光熄灭了 香港的支联会解散了 还有六四纪念馆消失了 甚至在您那时候所认知的中大校园里面的民主女神像 也被强行拆走 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所谓的天安门一带是不是 我的生命里面两次觉得看着民主女神像没有 那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的很多朋友像我们这一代人 因为我总是想象在大陆我知道的不知道的 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 然后我也很想告诉大家说 我知道他们面对的那个困境更多更艰难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 正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内地还有很多很多不能发生的 跟我童年的或者年长一辈的 或者现在的很多白纸运动的年轻人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那里 所以我才一直有这个坚持下去的这种勇气 那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 八九年我不在天安门广场 可是我在广州我也可能够看到香港的电视 我本身就是香港的自由和资讯的受益者 我们在广州 那时候看到广场的那个民主女神像 代表我们一代人向往的这个 美国的这种自由的象征 民主女神而不是自由女神 就是说我们是我们中国人 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民主的女神 那第一次八九年的时候坦克把她斩睡 那后来我19年我到中大去上班 那个19年我在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然后我是直接从布林斯顿飞回到香港的 我第一天进校园我就坐地铁嘛 一下那个火车干看到那个民女 这个就是我们他们叫民女是吧 这个民主女神他们香港同学都简称叫民女 非常的亲切 好像她是你的一个朋友 每天就看到她在那里 就是香港有一首微人经常唱着个自由花 无论于怎么打自由还是会开花 你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种那么亲近的感觉 一直到我们每一年在香港那三年 我们每一年都到那里去 那个六四都会到民女那里去 一直到21年的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节的前夜 圣诞的前夜 我觉得这个就像当年刘小波审判 也是圣诞节的前夜 就是半夜我的一位同学 因为那时候睡得很晚 总是同学经常都会出事 就怕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睡得很晚 我记得那时候我同学就打电话给我说 他不见了他不见了 我就以为又谁被抓起来 然后他就说这个民女 民女没有了 民女没有了 所以在那以前我跟同学大家都说 民女就是我的底线 我们想象过无数次怎么样去 如果他们要来扳她或者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去保护她 好像她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位 然后这个象征 但是我人生两次 从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到我是一个大人 我带来当老师 在学校里面校园两次经历 这个民女从你眼前消失 我觉得这种无助是非常的强烈的 但是这个无助不只是个人的 而是说好像觉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国人是吧 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去为了这些 可能在民主社会他们与生俱来的 这些价值 我们为此付出生命自由的代价 去抗争 但最后我又一次的2019年 这个30年以后 烛光没有了 像您刚才说的 然后民女也没有了 纪念馆消失 纪念馆我们去了很多次 我带那个同学去 也没有了 说到那个资源会 我是去了他们的审判的 那个法庭的审判 我记得那天我跟同学一起去 因为怕有很多人去 所以我们都很早就起来 我是一个夜帽子 我平时是很难那么早起床 然后那天就去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那天我特意跟他们大家打好招呼 我会穿黑裙子 白衣服 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人 大家也可以也认得对方 我记得在进法庭以前 我想象过很多的可能怎么样 会议是要守啊 大家有一个眼神的接触啊 或者怎么样 可是可是等我看到那个两位何俊仁 李卓人他们 特别何俊仁 原来胖胖的 很可爱的样子 他他很瘦 全部的白头发 gray hair 就是很灰白头发出来的时候 我就完全失控了 就是我觉得 我在香港那三年 我经历了很多东西 我曾经觉得我已经 失去了这个哭的能力 因为你有太多的压力 你现在是一个大人 你要去照顾很多孩子 要告诉他们怎么理性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是吧 所以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失去了这个哭的能力 可是那天我看到他们在那里 从那里走出来 然后我就自己在这边 我觉得这些人为了我们 三十年撑起了那个烛光 然后现在他们在那边 我就在这边 这种实控 这种错位 这种场景 我觉得作为 不要说一个历史的学者 我就作为一个个人 我就一次一次的看到历史这样的重复 是很痛心的 其实何教授就像您说的 您个人的不幸 他其实折射出的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哀 您是一直在研究流亡者的 书写流亡者 您的书叫田安门流亡者 结果现在您自己变成了一个流亡者 你怎么看这种时代 一代又一代 中国的知识人不断的 必须像您这样子去出走 去逃亡流亡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我曾经觉得 自己是特别了解这个XR 就政治的流亡者的一个人 是吧 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很多年 而且我经常觉得 我要把自己放到他们的位置上 然后我会跟他们的亲人 不只是他们这些 这个在我们西方的话 我们觉得很重要 不只是男人的声音 还有这个女性 妈妈孩子的声音也很重要 所以我也会跟他们有谈过 那所以这些年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能够理解它 可是等到我自己要 拿着两个箱子 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 能不能回家 然后春夏秋冬 所有的衣服就在那个箱子里面 然后我那时候住的那个房间 它只有指个衣架子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都希望 裙子什么挂起来啊什么 突然那些都没有了 然后你去 就很细节的一些东西 你去那个洗手间 然后你的什么 这些平常的日用品 都要拿回房间 这种每天都好像在暂时的 在一个地方那种感觉 是我以前能够从字面体会 但是是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特别的重要 我经常跟同学说 我们做历史的 就是这些细节 就是让我们 不管是从学术的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在后八九特别是 他们经常会把这个什么礼中课 好像是很多同学就拿出来说 你们这个做历史 你们做这个 比如您做这个新闻 你们怎么可以有感情 你们怎么说什么不客观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in the name 以那个礼中课的名义 把所有的中国这个普通的民众 在这个当局的强权底下的 这些suffering 这些磨难 这些很内心的这些挣扎痛苦 都抹去了 好像你有情感 然后就是连这个事实 这个本身我们这种内心的 这种挣扎 这些困境都不可以表达 一表达就是说 你没有理性中立客观 这个本身在 不管是学术 西方的学术还是在这个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价值的一个标准 这个是我很想那个讲清楚的 这个所以我觉得 从学术的methodology 就是一个方法论来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个 你讲感情 然后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学者 那这个也不是的 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 口述史也好 生命史也好 都特别强调的 把这个过程 把你的这个研究者 或者访问者的这个感受 放到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很多这些恐惧等等 等等你要经历的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主题 所以从方法论来讲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来 justify 就是说明说 为什么这些都很重要 那这个是那个个人的 这个这个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看到这个 那从一个大大时代的话 你看到香港其实不只是说 八九年的时候 大家流亡到香港去 对不对 那个以前毛时代的时候 也是大逃亡 我我我教的毛时代的时候 就有用两本书 就讲那个当时大陆的人 逃到香港去 大逃港 他逃港 对对对大逃港 所以那本书我也有用 那所以这个从大家逃到香港 到后来那个八九年回归之 八九年以后回归之前 香港又一次逃亡 那到后来大家好像觉得 九七好像还好 然后到了最近 又一次的这种大逃港 这个大逃港不是逃到香港 而是那个逃离香港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次一次的逃离 我我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做Exile研究流亡的人 但是我记得我的书就是2014年 25周年的时候 整整十年前了都已经 我记得我的书出来之前 那个圣诞节我要 最后那个编辑让我完成这个书稿 那时候我哪里都没有去 然后我就记得我走在哈佛 那个Charles River 那个顺者那里走 看到那些大房子 然后那些都是很老很老 几百年的房子 我就想你们他们你看他们都有根 是吧 他们都有自己的根 看到他们几代人什么 大概是爷爷奶奶 然后到小孩子都在那里过节 可是我想我们这一代一代人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可以有根 最近不是我看到你们 VLA做了很多很好的纪录片 我就像addicted一样去看这些纪录片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说 这些人都是什么偷渡 什么走线 如果你光是这么讲 好像人家就是低人一等的 可是你看到他们这些 有血有肉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马上 你这个作为一个historian的 或者作为一个人的这种情感 就特别看到那些细节 看到他们讲说 COVID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在内地怎么挣扎 他们怎么样希望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一些 所以这些等等等等 我觉得我们这个共情能力 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 所以我看到我们这样一代一代 都要去流亡 不管是政治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我很希望 我有一天可以回到中国去 我们都可以回到中国去 我们都不会因为我们需要去 研究一些话题 为了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表达什么 我们写作什么 然后我们就要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大家经常都问我说 或者大家都说 我是一个很有勇气 很勇敢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子 特别小的人 如果说还有什么 让我坚持下来 除了刚才前面说的 其他很多 我知道那些 大概我不认识的人 在内地 在香港 在台湾 的很多这些海外的华人 是吧 那我想还更重要 就是为人的烛钢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说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梦 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我们要下一代的孩子 不要像我们这样 去经历恐惧 然后他们也可以 像自由民主 社会里面的孩子一样 可以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 我不是说民主就什么都好 现在美国很多问题 民主有很多问题 但是因为有了民主 我们很多最基本的 这些mechanism 这些机制 我们的基础 基本的人权 才可以有保障 何教授刚刚您说 很多人认为你很有勇气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 那时候你接受这个 到2019年 去香港中文大学 接受这个历史系 傅教授的教职 当时2019年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人也在那里 是反送中心中 最如火如荼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 你的人身安全 是有风险的 但是你还是决定回去 面临那样的恐惧 跟你后来所经历的事情 也面临很多人 对你的污蔑跟攻击 包括文汇报 有一篇文章 我记得 它说 你是这个散播 反中乱港的思潮 荼毒香港的下一代 还说你是西方的代理人 对于这种类似过去文革时期 贴大字报的做法 你的回应是什么 其实我做这个研究这么多年 我觉得从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就讲过 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然后我又不喜欢跟别人有冲突 然后我都会很害怕说 怎么样去 如果是我跟他们有什么冲突 可是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童年人 他们也会觉得我做这样的题目 然后说我觉得我卖国 那正是因为那样的原因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我们八九年走上街头 不是因为仇恨 不是因为对这个国家的憎恨 而是因为我们那一代 就是被这样教育出来的 我们说八十年 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对那时候那首歌 都是那种意气奉华的 整个八九年 觉得国家终于要走向一个 更加好的经历过文革 那时候有伤痕文学 有文化热 然后还有北岛 还有那个蒙龙市 还有顾城这些 我觉得这些很多的 这些文学也好 那个当时还有和尚 都对我们那一代人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那所以突然之间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爱国 那突然有面对那么多年轻人 对我的说 我是卖国的 那么难听的来说我 那所以我现在后来 这个关于民族主义的这本书 正在在写作的 也是从那时候而来 那等到我离开美国之前 其实我已经开始看到很多 内地的年轻人开始有变化 特别是我去一些 那个叫我们叫Liberal Arts 你们人文的那个College里面 我想很多父母就是在国内有条件的 他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里面去 所以我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跟平常在网上的一些愤青 当然有很多可能是五毛 那个很不一样 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有一些变化 等到到了香港两边都有 是吧 我第一次做一个公开的讲座的时候 那是有那个内地的同学 是来非常的不客气的 就是质问我 那我是相信这些同学是真诚的 他们对我确实不是说他们要故意调量 他真诚的觉得我是一个卖国的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记得那时候香港同学 那么多香港同学 他们都觉得Rugina你不要害怕 他们叫我英文名字 我们在这里我们保护理 他们肯定不够我们讲的 怎么怎么 可是那时候我就跟香港同学说 我们要理性的跟这些同学对话 我们要跟他们耐心的去解释 我说虽然是一个所谓的 你们说这个是我的主场了 现在有很多人在支持我 可是我在想象 如果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我可能也会成为这些孩子 所以他们也是那个政权的受害者 那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对话 所以我就让大家那个内地的同学 香港的同学 大家在一起聊天 我说你们必须学会理性的对话 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至于文会报那个文章 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22年的时候 我是半夜看到的 半夜而且是一位记者告诉我 我才知道我在想天哪 那当时当然是很生气 你看连我一个这样 经历过那么多 被这么多年都被面对这样的攻击的人 我也觉得这个很委屈 就是但是我马上就觉得 这个好像都不值得一波 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论文 我会说你怎么没有做好研究 就是他说的那些他列出来的那些 说我在那个 National Humanity国家 那个人文中心 这个是我们做人文学科的 最高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就每个人都渴望到那个地方 去做研究 怎么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政府的 西方代理人 对西方代理人 对而且他也很急盖 他说我在Pover教的是 中国国情的课 他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讲 对所以我想 我当然我不敢 我不想用最坏的来想他 那可能他真的就是不知道 那我觉得我后来觉得有一点可怜的心态 就觉得你看他连这些基本的知识 他都不了解不知道 那如果他是为了要 他有政治的这个因素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来批评我 然后他可以得到一些 就是这个机会 政治的机会 那我还是可怜他 因为如果他是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像他可以这样 赚空子的人 可能他就可以 就是不要说赚空 就是他就可以 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为社会那个贡献 而且但是他现在要 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 像我这么一个 大家觉得我很温和 很理性的一个学者 来得到他的政治的升线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他很可怜 其实你会觉得说 从你的角度是去可怜 这些所谓的愤青或小粉红 其实从学术上来角度来看好了 这种你也说你在写一本民族主义的书 在这种后真相时代的民粹跟民族主义之下 这种小粉红和愤青 他们其实做出这种全世界各地 我们都看到好多这个过激的行为 都是以爱国为名 可是可悲的是 他们其实连自己爱的是什么可能都搞不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分辨说 你爱一个国家爱中国 跟爱一个党爱中共 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从一方面 当然就是民族主义一开始的根源 这个缘起 就是后八九之后 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担忧 你动用坦克机枪军队 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普通的百姓 而且大家年轻一代人 可能都有一个误会 好像觉得说两边都有不对 他们就是说 这边是有暴民 那边也有暴力 所以就两边都有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 就是这个在军队进城 对民众实施暴力以后 从头到尾 这个415到6月3号晚上 军队进来的时候 民众都是非常的和平 非暴力的 是吧 这个我在刘金 我写了一个Oxford刘金的 那个关于六四的这个文章 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有两点 一个是反革命 一个是暴乱 是吧 那我们先讲暴乱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暴乱 那是不是一个暴徒 有没有暴力这个行为 那两个很清楚的例子 就是方仲 他的双腿是被坦克压断的 是吧 他们当时这个学生 一开始的时候 是跪着在人民大会堂 跪顶请愿书 然后那个方仲的腿压断 他是在和平的撤离天安门广场 那坦克压了一些 在和平的离开的同学 包括方仲 是吧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 就是他们就没有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已经也在我的 一些发表的文章写过的 刘晓波在纪念碑旁边 砸枪这个场面 是吧 那工人当时拿着两把破枪 而且当然这个 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然就是我们都觉得 那个枪为什么他们会拿到 就在一个bus上面 一些破枪 好像好像就是故意 这个贼 当然我没有证据 好像就要贼贼 就放在那里贼账 再账给学生 那这两个工人 拿着枪身上是血 到了纪念碑上面 就是说你们这些学生 还在那讲什么和平非暴力 是吧 那个当时这个怎么说的 头可断血可流 人民榜场不可丢 我愿意用我年轻的生命 事实保卫天安门 直到战斗之后一个人 我们手牵着手 剑并着剑 用平静的目光 鸣接位置手的徒刀 都是这样的一些话语 是吧 唱着龙的传人 共产党的国际歌 那工人到这就是 嘿你们就醒醒吧 我们前面都在死 你们还在讲什么和平非暴力 刘晓波就说服了他们 是吧 当时刘晓波就是有一个砸枪的 一个image这个场景 那刘晓波说服他们就是说 只要他们开一枪 用这个破枪开一枪 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 就是说我们是暴徒来镇压我们 那当然of course 就是他们最后枪砸了 还是进来镇压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可以三十五年 都抬起头直面这个政权说 我们是和平非暴力的 一个民主爱国运动 我们没有暴力 就是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 那当然后八九以后 刘晓波砸枪的这个场面 或者是那个军队 就是我们这个做民主运动 面对的一个困境 因为我们守住这个和平的原则 但是他们掌握着 所有的国家机器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总说历史和记忆 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 反抗的最大的武器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有记忆 我们要守住这个记忆 我觉得刚才何教授 你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您经历过1989 那么您2019的时候 你也在香港 亲眼见证了100万人上街 200万人上街 您认为这是和平非暴力 至少大部分 但是官方的叙事当中 不断的把89贴上 所谓的反革命暴乱 把2019贴上 他们这些是黑衣人暴徒 那么您怎么看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在19年之后好像出现了很多 去反思六四 反思2019的声音 甚至是有一些批判的声音 认为说 是不是学生们 在前面走得太前了 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反而是让 所谓比较温和的 能从内部进行温和改良的 这种内部改革派 错失了机会 你怎么看这些批判 跟反思的声音呢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19年 我人在香港的时候 我当然作为一个 所谓的历史的过来人 我也很希望同学可以吸取 这个不是说89年 因为我觉得89的性质 跟19年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完全的不一样 in the sense 为什么呢 就是我想我们89年的时候 我们还觉得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孩子 我们是带着这种爱 带着这种希望 带着这种信任 来这种confusion descent 就是儒家的这种 这种境界来 confusion来做这个 来参与这个运动的 所以为什么我书里面 也就是这么说 我说被背叛的忠诚 但是19年 我觉得香港的孩子 他们没有这种爱 他们就希望 他们可以有民主自由 不要再受到这个政权的这种 就是要脱离他们的这个政权 但是我觉得两代的孩子 包括我们这一代 我觉得我们大概 对共产党的认识都是 这个政权的认识 都不是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89年我们 这个当我新的书里面 有很多这个政治社会化的理论 我大概不会详细说 就是每一代人 这个带的概念 都是跟他们的成长的环境有关系 那这个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政治社会化 这个成长 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 他们的想法 他们这个世界观 你们就以后就戴着这个眼镜 来理解你周边发生的事情 那当然香港19年的同学 跟我们89年的一代人 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的不一样 他们整个这个 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和看法也不一样 那我们当时觉得 总不至于会动用坦克机枪来镇压吧 76年的天安门事件 不就是拿一些棍子来打一下人 抓一下人吗 是吧 那我想19年 虽然同学觉得 他们对政权没有什么感情和 这个不像我们这样 觉得是国家的孩子那样的希望 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可是香港的孩子觉得 只要我去破坏了香港 他们叫蓝潮 我破坏了香港以后 那你就失去了这个 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 你们就会担心 这个是他们在香港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成长起来的同学 看到这个很重要 你肯定不能够没有这个 可是到了最后 我觉得我们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 其实政权最在乎的 就是政权的权利 维护这个权利 你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忠诚 他们怎么样去破坏 最后都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社会运动的人 我都知道在这个当中 我现在 我19年 我一直希望说 可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历史 当然我们同学就都很明白 就是说会有一些思考 然后就会更加理性 可是在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当中 这些 这些你完全不能控制的 对不对 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正正因为如此 我觉得当局不停地在把这些 愿意跟他们讲道理的理性的人 去观起来 或者是那个像刘晓伯 这个像刘晓伯这么出名的 或者很多那个无名的人 然后或者把他们的伊利哈木 这个包括达赖朗嘛 这些都是主张和平的这些 这些民意的领袖 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的时候 那最后剩下的 就是在街上那些 我就是跟你拼命了 我跟你讲什么道理 的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局不是这么 那么这个做法本身对他们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 paradox 怎么说就很矛盾的 那最后我想回答你一下 你刚才说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这个 包括现在对台湾的态度 这个这张所谓的打这张民族主义的牌 打的时间很长了 从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然后这个反日 现在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他长期的这样去打这张牌 打到最后 你看那些什么 叫什么这个这个什么战狼 这些满江红这样背诵这些 到了最后肯定是一个双刃剑 肯定最后这些孩子就觉得 你都没有为我们这个利益再做更多一些 就更加的aggressive 更加的去去那个表达这种民族主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刃剑最后 也是一个很一发不可受使的 这个 我想甚至刚刚何教授讲了这个中共政权 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 他在使的是一把双刃剑 包括民族主义 包括你刚刚说的 其实跟你聊了这么久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立场非常温和的人 为什么像您这样最基本的要求吧 你只是希望说能够保存历史的真相 把它传给下一代 连这么温和的一个声音 都是从中共角度来看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是不能被容许的 伊利哈姆 打赖喇嘛 像刚刚讲的 刘晓波 都是如此的温和 但他们还是要把它完全的掐灭 这样子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说 最后剩下就像我们刚讲的是 在街头上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抗争的 这个政权没有体会到说 当他把温和的声音全部压制之后 最后反而是对自己造成了一种反效果呢 我觉得两个问题 首先我就想说 我们做这个历史研究 我觉得除了这个真相 除了这个公益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个也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 除了爱国主义教育 他把这个国国和家 国家跟那个政府 这个模糊化以后 没有这个界限以后 另外一个就是 对历史的这个manipulation 怎么说 这个操纵 这个操控 是吧 一方面他无限的放大 这些从亚平战争以后的 这个外国列强啊 怎么怎么的 那个侵略 那所以这个 我发表的论文里面 有讲这个所谓的大国崛起 他们指的这个崛起的中国 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 就是说经历了很多年被欺负啊 然后现在中国人可以太起头了 然后虽然这个政权有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我们现在这个 因为只有这个政权 才可以让国家统一啊 独立啊 这个大国崛起啊等等等等 那这个Rising China 这个概念在这里 那所以他们一方面是 无限放大这个 任何这个 这个日本侵华等等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把所有的这些 呃有政权本身应该负责任的 呃这个呃大大计划是吧 大跃进大计划 反右文革等等这些 包括一直到后来六四 那这些全部都都都都都都不提 或者是那个把这个扭曲这个历史这个事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身就让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的无限的去放大 所以为什么历史那么重要 因为大家民意 现在我们说的民意是吧 如果很多人跟我说 现在你去问国内的人 他们也是会说 他们要支持共产党的什么什么 这些民意 这个民意本身就是建立在大家对历史和过去的一个了解 是吧 很 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个同学说 我爷爷的那一代没饭吃 我爸爸那一代没得上学 现在我可以在这上学 我有饭吃我多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爷爷没饭吃 你爸爸不容上学呢 这个不是因为你爷爷 他本身很蠢 他就没饭吃 或者就是因为这个政权 这个大计划 还有这个文革 他们才没饭吃 这个历史是被侮蔑的 他们不知道 或者他们得到的是被扭曲的历史跟资讯 所以我才说这个民意就是建立在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最近的这些历史的认知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大家会在你这个公民 年轻一代特别是他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是什么 那现在年轻很多这个愤青都觉得 我看到你批评中国政府 你就是批评中国 你就是卖国 所以我就要挺身而出来批评你了 要骂你了 要怎么样 那其实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说的 中文什么是 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 就是说在一个历史 我们怎么样在历史的 moral meaning 这个道德的意义 道德可以这么说 比如我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告诉大家说 我八九年镇压是为了你们好 我如果没有了这个镇压的话 你们哪里有这个那么好的经济发展 我们国家哪里有那么的富强 所以这个镇压死一些人 患得政权稳定 患得这些 然后就是这个就对 那你这个 这个就是moral meaning of 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 你在这样的这个表述的底下 你看到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人的生命尊严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为钱 权 然后来牺牲掉 那所以你看到后来 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些什么毒来粉啊 等等很多这些事情啊 那你就觉得不奇怪了 我是一个新亚人 我在中大 我是一个新亚人 当年那个钱穆先生 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立这个新亚书院 然后在太后来才有中文大学 钱穆先生他们那一批学者和历史学家 逃到香港去的时候 他们是为什么要逃到香港去 那个共产党takeover以后 因为他们想逃掉这个王国王天下 他们这个天下指的就是 这些价值这些文化这些道德 所以他们不想既失国土又失文化 文化指的这些底线 那可是一次一次 这个49年以后 这些底线都没了 89年就更加是沦陷了 把这些底线都灭掉 因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的这些道德价值都没有了 所以到了后来没有常识 是吧 没有一般的常识 那个孩子他们经常都是没有那个common sense 很多事情就好像都是用算的 纪念你的这个人生的导师 余英时先生 您把他形容成一个传道人 他的道究竟是什么 余先生 他当然他是 不只是学术上面 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他他这个怎么样去做人 做人当中这个守这个道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小事情 不是一种宏大的叙事的一个道 不是说我觉得为那个生命立命 是吧 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去去守住这些 那我不能讲的太多 我想对我个人来说 我19年的时候我到了中大 我第一个礼拜中大同学来敲我的办公室的门 是吧 我那时候刚刚去还到时差 然后这些年轻的同学就是很很纯真的 就是说老师我们今天晚上在校园 这个是学界的机会 你能不能来参加 我当时也会有一瞬间的犹豫是吧 因为我好像我是一个也外 一个outsider an insider 我是一个外人也是一个在里面的人 可是我就想到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 有人来明白我们支持我们 那我就去参加了同学的这个学界的集会 那在这三年里面 我们在中大这个山上山下 中大很多山同行 是吧 那我我觉得都是从日常的小事情做起 在课堂里面当同学之间这个内地同学 台湾同学像有冲突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去引导他们 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个历史正在进行时的时候 你要面对周围很多政治压力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你要坚持在你的课堂去讲述一些真相和历史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会丢掉工作 这些你都会预见到的是吧 就是早晚有一天会轮到你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守不守 你守不守这个道 你守不守这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去纪念馆 跟同学那个经常晚上聊到很晚 这种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守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守 不一定要振臂高 或不一定要要做这个那个mart要牺牲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我们香港同学经常都说深耕细作 甚至我以前会很长时间 我会批评后八九以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这种沉默和犬入 我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的不讲话 可是我在香港那三年我非常的低调 我基本上都不敢再跟媒体做采访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 去保护我们的校园的这种空间 保护我们的孩子们 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那个手有时候很委屈 人家说你怎么现在都不说话 你怎么现在都胆子小 你怎么都不做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沉默也是一种反抗 后八九以后那么多的同代人 我们拒绝去跟他制造黑暗 参加他们制造黑暗 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用我们的能力很小的都好去反抗 这个我觉得不是道家的 我也是儒家的一个我沉默都是一种参与 就是一种反抗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我那么卑微的 我35年我大概没有全部再做了 因为我早年其实我是一个后八九以后 邓小平这个只要你赚钱不要管政治 你就可以很成功的这么一个受益者 对不对 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 但是我想那个六四八九年那个灰蒙蒙的那个记忆 可能是会不去的 那个马上周年呢 我这次我知道很多内地的还有很多朋友还在守 还在守 大家都看不到他们的在守 香港的同事很多人也在守 香港的同学也在守 各个都在自己很卑微的地方守 我很幸运 我虽然很艰难 但是我现在有这个机会 说起这个幸运 这个说法 我也是经常会觉得 我们现在把自己放得很低 像我记得方正立的时候就说自己很幸运 他活下来了 一个双腿都没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被赶出我的家园 我失去了我很爱的教职和校园 我的同学 但是还是要守下去 对不对 对所以还但是还是要守下去 我记得我在哈佛的时候有一年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北京念的大学 他有一位老师我从来没见过 他说这位老师每年都跟他们讲八九年的事情 他就是他从一个不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 到了北京读书 他就因为这个老师他改变 后来他在哈佛读书他很成功 然后有一天这位老师就到哈佛来了 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不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 是不是 我也不认识他太不认识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拥抱 拥抱的时候他就说 小青谢谢你 为我们这段人守住了这段历史 为我们这一代人守住了这段历史 守这个字我觉得很重要 你守住了 然后你说香港也还有人还在守 那么甚至内地的年轻人也有这个守的一个想法 其实35年了 从1989到2019 甚至后面还出现了白纸运动 虽然您刚刚前面有讲过 很多的运动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类比 因为可能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但是从这个守的这个想法去讲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香港的年轻学生 他们这种抗争的精神和守的这种想法 有没有一种传承性或是感染性 我觉得不要说不要只是说 比如太阳化呀香港等等等等就台湾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的共同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自由的向往 对民主的这个渴求公平的这些 然后对这种真相的追求 最公益的渴望 我觉得白纸 当然其实白纸之前 我已经感觉到因为香港的很多内地同学 真的是给了我太多的希望 他们太棒了 跟我早年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同学 以前我是 我有时候觉得我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 因为有时候一看到这些人 好像就知道他又来来怎么骂你 但是香港的这些同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很多人他们跟我们想法一样 甚至他们比香港的同学更加了解怎么样在那个政权底下活过来的 那时候是COVID的之前还没有COVID还没有后来的 已经有那么多年轻人 还有一次 我希望我可以分享 也希望不要影响到这些同学 有一次我在一个Zoom 那时候已经疫情 在网上 有几百个内地的同学 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次用普通话来讲六四这个课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些同学叫什么名字 也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我那时候甚至害怕到 头一天晚上我还跟那个组织者说 我说我怎么不能取消了 我现在我很害怕 我都不知道这有什么人 那时候有国安法 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好像很害怕 就像人家结婚之前第二天要回婚那种感觉 就是我就说我不做了 后来我还是就去了 但是我胆战心惊的那天晚上 然后结果一开始那些同学 他们那么真诚的跟你提问那些问题 他们就是整个到了最后那种互动 后来他们给我发那个他们的感受 我我就 而且那个很多同学就说 何老师你要记住 我们这些很多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同学 我们没有机会像你的什么海外的学生那样 但是我们没有说觉得你卖国 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 今天晚上太宝贵了 然后他们告诉我那些他们感动的地方 他说你要记住我们 所以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你这个节目 我想告诉他们说 我真的记住了那个晚上 像北岛说的 我绝不交出这个晚上 我记住了他们这一代年轻人 白纸之前 他们已经让我知道他们在那里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我们更有守下去的原因 因为白纸好像就是我们几个generation的一个大和解 因为他们经历的 他们在COVID经历了 很多人那个比如上海的同学会说 我们终于明白当时香港的同学要什么 过去不是总说我们 我们没有民主我们有饭吃 是吧 我们没有民主有饭吃 可是到了COVID的时候 没有民主就没饭吃 你封起来了 封了城 连那个饭都没得吃了 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几代人的那个大和解 现在还有没有分清 当然有 有没有五毛 当然有 但是那些我基本上都不用理会了 无论于怎么打 自由还是会开花 我们总之拨下了 代价是不是很大 很大 是吧 我刚才反复强调说 我不是最难的 我还有机会东赢 我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我甚至在那三年很辛苦的时候 我都会想象说 我有一天我会要回到自由的国家去 想象说有一天我也会回到美国之音 这个建议来 我有一天会再次跟大家讲述我这些年经过的事情 我要守住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声音 而是几代国人或者是海外的所有这些希望自由的 我们大家所有的那个地球人这个声音 就是说不要再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 是吧 以前大家都说人权能够吃饭吗 人权能够怎么怎么样吗 那李文亮医生一个人的人权 最后就变成了 对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侵犯 所以你能够说跟你没关系吗 你能够说我们可以不关心吗 我觉得何教授在访问中分享了很多这个 小细节和这些小故事 其实都是特别能触动人的 我记得您跟我分享过一个 我就在最后很快也讲一下 就是香港的一个市民想要找你的那本书叫 天安门流亡者 他到公共图书馆每一个都去找这本书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 但是却被管员通知说 因为这本书现在国安法要下架了 所以你不能续借 那么他到了每一个香港的书店去问 也都再也找不到您的这本天安门流亡者 因为全部都下架了 所以他最后就用了他自己的一个方法 把这本书保存下来 付了罚款 然后跟管员说 对不起我把这个天安门流亡者这本书弄丢了 但他说他希望保存着您这本书 将来或许某一天某一个机会 再给另外一个有缘人传承这个六四的历史记忆 我们知道刚刚谈了很多 现在爱国教育也变本加厉 历史的清洗也是 对六四也是变本加厉 在这种要传承历史记忆和真相 给下一代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 其实你的种子已经拨下去了 很多普通的人 他们也可以这么有心的去保存这一段历史 怎么看 对我当时看到那个我也是很感动的 其实我你被所谓被开除 还是被什么香港以后 很多像他这样的普通的市民 我以前不认识的 比如他们我提到这个马鞍山 这个街市 因为我是广东人 我很喜欢做饭 煲汤 所以我在采访就提到了 我去那个经常去那个街市 我很怀念那个小女孩 那个在那里卖东西的那个小女孩 他经常去帮他父母 我就很怀念他们这些人 香港的这些物 所以后来我讲了以后 很多香港我不认识的市民 他们就去那个那个market 他们就去拍那些录像来发给我 这个也就是我说的 在这种困境里面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什么实际上的什么 这个所谓的帮助 可是这个就是最让我温暖 是吧 我们都是在一个这么艰难的 那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这个普通大家的这种共同的 这些帮助 其实是非常重要 给你温暖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很强调 除了我以外 很多像高华老师 他做历史 做了那个红太阳 是怎么升起的这本大书 还有杨继神老师 他写了墓碑 他们在内地更加艰难 还有吴仁华老师 他也很多年坚持做这个六四的 这个真相的研究 我希望就是我也 我当我也是不是说处境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这些几代的不同的国人 还有那个宋永毅老师 郭剑老师 他们做这个文革的这个资料 所以他们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做了很多年的 这个我能够站起来 我能够今天还在这里站起来 就是因为这些年长的或者同辈的 或者我的年轻的学生 他们都在默默的支持我 所以这种像我们那首很喜欢的歌 老会怕有一天只理工我 老会怕又要听那种 那个海话天空的 那当然我想对我影响很深的这个六四三十五周年 我记得我第一次背诵那个北岛的那个诗 当时是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学校 那时候那个同学一直在追着我问说 你为什么会坚持 我被逼得都想不到了 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坚持 我突然就想到了北岛的那首诗 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generation 就是被这样教育出来的 就是我们要爱这个国 甚至多于爱自己 所以我是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背诵北岛那首诗 后来我记得我第二次在 跟那个四五百个大陆同学 在Zoom的时候 我背诵那首诗 后来有内地的同学跟我发email 他说这个 我背诵北岛这个诗 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暗号 就是你有没有看过 何小青 那个背诵那首诗 所以我能不能允许我用几句北岛的 那个诗来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作结 但是我想可以 就是 就是我诗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的地上呼唤 在草叠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作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曾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 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 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来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非常令人感动 在最后 访问的时候 我想要请教 胡小青教授 是这次您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当然也相信也得到了很多 让您能够坚持下去的温暖 尤其是在美国的校园 也跟这里的年轻学子有接触 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还有你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这段时间 几乎很像每个礼拜 都在路上 都在 然后如果说那些愤青 说我要拿美国什么钱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他们没有钱 如果我用这个时间和精力来写书 大概对我还更有帮助 不过我觉得 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明白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钱的 我们89年走上街头 不是为了钱的 我接下来当然 我希望把我下一本书完成 然后在每一个校园 看到那么多的同学来 是吧 各个地方的都有中港台的同学 当然还有很多外国的同学 昨天晚上就 在这个桌上就有一些外国的同学也来 看到他们在聆听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也会被触动 被感动 我就觉得这些价值 我们在守的这些都是普世的 我们可能会输很多次 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抗争里面 但是我觉得最后 我们会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希望我的 接下来的不是一本书两本书 我希望可以不只是用英文写作 我特别特别像于先生 当年他去了香港以后 他开始用中文写作 我前段时间还跟师母说 师母说你要把下一本书完成 你就想着这个是给老师的礼物 因为我告诉他 我很怀念于先生 我觉得于先生走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人 我们变成孤苦伶仃 文化上面的精神上面的孤苦伶仃 可是我想于先生从来就没有走过 就像我们八九年的这些理念 就像我们这些对自由的渴望 对真相对人权的追求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我有一天我再生 我能不能再回到那个土地上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 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会开花 我们的年轻的一代 可以真正的活在这个自由当中 他们到时候真的是觉得有一个中国梦 然后他们这个中国梦就实现了 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一个世界的梦 我相信您的人生导师在天上 应该会为您感到骄傲的 因为他要你守得到 你已经守住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何晓信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非常感谢您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